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15号立法院开议这一天 正式推出原住民立委人选 内批立委其次国会过半 两位原住民提名立委参选人 前原民会主委瓦利斯贝林 和前立委陈寅 两位原住民立委参选人 也在这场记者会上 正式对外说明证件主张 平地原住民立委参选人陈寅 则是锁定在花东返乡车票 跟长召议题 在我走访步骤多年期间 大家最有感的一件事情 只有我们年节返乡 才能够做文化的传承 部落型的长召 或者在都会区 把我们原住民的朋友 和老人家可以聚集起来 可以在一起做长期照顾的工作 这样子一个部落型的长召 可以创造很多在地就业的机会 山地原住民立委参选人 瓦利斯贝林则承诺 当选后会积极监督主管机关 制定落实原机法相关执法 并推动部落在地经济的产业互助模式 互助模式就是有50个小农 大家种不同品项 但是它的品质是在有机的品牌上面 然后我们跟都会区的人 做一个所谓互助平台 主管机关要是应该创 创设一个互助银行 这个互助银行呢 有部落也好 有固执社也好 有法人团体也好 做认一些股 那政府认大部分的股东 然后集资呢 作为部落融资的需求 面对长年以来 国会立委席次始终是蓝大于绿的局面 特别是原住民立委席次更是如此 民进党推派的两位立委参选人 希望可以改变国会生态 让各政党有机会进入立法院 维持国会政党的比例平衡 如果是在所谓的没有过半 没有过半的状况下 可能要联合其他的党 这样的一个气氛上面 我如果原住民也不会 也是一个机会 我想不要分党派 我们就为原住民的立委 要正当的在立法院里面发声 我想这是我最期盼的 执政的领导者 他对原住民的权益 所有的种种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他席次再多也没有用 我们上任立委之后 也是就是即便是我们自己的主席 我们也是要好好的监督他 让他好好的落实 对原住民所有的承诺跟证件 民间党核实会公布 部分区立委名单 是否会保障原住民立委席次 在安全名单之内 民间党发言人表示 由于提名委员会还没有成立 对于外界谣传的任何名单 表示无法回应 何时出炉也没有确切的时间表 接着亚蒙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